彈奧庫的森林被砍掉 所以林家隆就提出了八年百萬棵樹的計畫 但是這個計畫 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多 他把这些樹把它当作菜再种 每一棵樹的间距是一公尺 我不相信一个正常的樹 他们要种的间距可以真的那么窄 我们看到这边的树 每一棵间距至少也都有五公尺 三公尺五公尺 那请问为什么台中市人 八年百万棵樹的计画 种的树它间距可以是真的小 而且还发生了说许多树的树屑 它是淹水 积水的状况 所以我发现说台中市政府 根本就没有种事这个计画 他也没有真的想要种树 他只是想要应付环保团体而已 那最近又有一个新闻 就是林家隆建议东海大学的学生 一入学一入学就要由台中市政府来找土地让他们去种 来当作是一个活动 但我不能够理解说种树 种树不只是一个种树的过程 种下去就结束了 他还要照顾 那请问林家隆市长 为什么要找我们这些大学生来种树 种了之后就不理了吗 难道之后的照顾都没了吗 那请林家隆市长了解说 种树并不只是作秀而已 请真正的理解到说 我们台中市需要更多的绿地 不应该再提出像我们这次区域计划 要开发4500公顷的土地农地把它做成工厂 我们台中市民不需要这样子 我们台湾人不需要这样子的开发 谢谢大家 好 我们非常感谢 那我们现在高雄的伙伴也已经赶到现场了 那就是中央公园这个纪念图书馆的这个伙伴 他们现在已经来到现场 那请那个张老师 既然今天是一个民进党中央的一个选举 我们希望给高雄市带来一个比较有智慧的首长 因为在高雄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捐一个除水